日前美国联储局公布最新议息结果 亦一如市场预期加息0.5厘 事实上 美国自从今年3月起已步入加息周期 年初至今合止共加息7次 累加4.25厘 至于本港银行业 亦于9月起更加最优惠利率 至今3个月 合共加0.625厘 累积加幅为2004至2006年加息周期后最大 本港息口再度调升 二手楼价难免继续受压 美联楼价指数最新报146.99点 按周下跌0.58% 年跌27星期 创五年半身低 年初至今跌约14.35% 当中部芬兰筹屋远的楼价已跌于两成 令市场涉让情况更趋严重 业主选手个案比比皆是 虽然目前楼价依然风声学历 但不者认为本港楼市坏消息几乎已进出 略过一些不能预测的 黑天鹅事件不计 近期愈来愈多迹象显示楼市正肖肖回涌 例如于近期内地专才偷步入市的成交个案中可见一般 此外 反映业主持货信心的 美联信心指数最新报49.9点 按周回升于15% 年升四周之余 创22周身高 可见业主信心正在回稳 除内地防疫措施逐步松绑 本港同步放宽 市场憧憬中港全面 通关的日子愈来愈近 大大增加业主对后市的信心 故此本人并不会对后市看得太淡 楼价己可肯定以见底 直到农历新年假期前后 更有望止跌回稳 值得一提的事 近期楼市持续整固 令整体楼价回软 造就一批缸取得购买正的白居二 大均入市执平货 刺激交投大增 进一步为楼市复甦造势 居美联物业房地产数据 及研究中心综合房屋委员会 在上周五 12月16日 公布资料 11月份居屋及公屋第二市场 未保价 的成交中数合共6 419宗 较10月159宗大幅上升近百分之164 并创17个月高位 见图表 移民盘买少见少同时 房委会数字显示 12月上半月二手资座房屋 成交路得约88宗 较11月急涨于5倍 成交量更创至少8年同期新高 随着新一轮白居二的中签者 将陆续领取购买资格证明入市 相信在近期楼价徘回低位下 白居二 客置业有座第二市场交投维持高期 随着中港正式恢复通关之期越逼越近 而且经过半年时间的洗礼 移民盘买少见少 愿意大幅减价的业主亦为数不多 坚持到今天的都是持货信心较强 不肯大减价放盘的实力业主 而他们对后市看好的情绪 亦正好反映在 美联信心指数的四周年升之中 因此 现阶段正是准买家 趁楼价型低水时 是入市的好时机 放ż i которые未经许 你的里面 会设计